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Dynamic 365 Dynamic 365是微软的一个基于那个Software Service 就云端的一个它叫这个企业的叫Process Bins Process的一个大的系统 那么说现在这个系统是去年年末 就是2016年年末整合出来的 不得了 说实话我看了之后很兴奋的 我觉得它会改变 我们等会探讨一下 它会不会改变我们现在的IT的整体的实施模式 整体的运维模式 是不是 那么我们是不是IT的很多人 是不是会有我们的职位是要得到提升 还是我们会失去我们的Position 是吧 等会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都给大家展示完之后 我们看看现在是什么现状 我还是先做一下广告 那个我们是一个学校 是吧 我们这里面 我在这其实列出来 今天早上我在这列出来 现在做IT 大家可以带着这个思想 做业务的IT 做数据的IT 做安全的IT 这肯定的 就是现在做IT 你向业务靠的越近 你越有价值 你离业务越远 你越没有价值 那么我们先想 我们先想传统的coding 是不是传统的coding 是不是离业务越来越远了 这个大家带个思考 下去考虑一下 然后所以说这个 这是我们 我在这上面 我们介绍我们的一个课程 就是我们的Dynamics CRM 那这个课程 我们非常成熟 从2015年的2月份 我们就开始了 然后这个 现在我们整个到市场上 我们就从这 通知到别的同学们 我们也相当于club 那大概超过百人了 而且我们的学生 遍布在整个的北美 不光是本地了 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学生 来自于新加坡 澳洲和法国 所以说现在 我们没有到那边推广 他们就直接通过这个YouTube 来找到我们 然后就来过来 这是我列出了一个大纲 这是我们 其实我们就 我们都是职场驱动 完全职场驱动 那种虚头八脑的知识的碎片 我们不提倡 我们要讲 就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我们同学进来 不用去这儿学一块 那儿学一块 学完出来 就是IT的professional 这就是我们要build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纲 是吧 完整的知识体系 在这里面我不详细讲 而且是我们是从 就是一个体系嘛 像个pipeline一样 掌握了整个的知识体系 然后直到求职面试成功 包括到职场上的成功 我们就加入相当一个club 永远会在这儿 知道吧 这是我们的宗旨 所以说职位 大家看一下职位 这个职位BA BSA 这是我们在这儿强调的 然后还有那个CRM的developer 包括他的Architect Consultant 包括那个Project Manager 就CRM相关的 这个这些职位 我们全部支持 我们都会提供足够的support的 简历面试求职辅导 包括工作之后的survive 都会在我们的知识的体系内 而且我们这个club 你不但会得到我们的支持 会得到整个这个club的所有的 慢慢的支持 是吧 是这样的 好 这是我 我叫杨斌 然后我也不多说了 反正是20多年的经验 然后在微软 在Lenovo 在Saint-Michael 在Notel 在Vice 我都做过 然后做他的那种技术管理和产品的开发 这里面包括CRM的解决方案 包括大数据平台 包括安全平台 包括微软的云上面的安全平台 包括联想的整个的全球公链 那时候所有的开发 基层和数据全在我这儿 以及在这个Vice 我负责他这个亚太地区的 他的云平台的研发 这就是我 我叫杨斌 我这个课程是我来带的 好了 那我们就到今天的我们的讲座了 这个题目 我只是在想 我到底该提什么样一个题目呢 我说应该是从 From Dynamics to Dynamics 365 后来我算了 还是要Dynamics 365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主要的topic 在这里面 我只是想强调 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技术 是基于微软的技术 我对微软的技术情有独钟 因为在微软带了好多年 所以说对微软的整个的战略 对微软这个企业的一个整体的战略 还有他的一个技术实力 他的生产力 我深深有深深的了解 所以说从就对微软来说 我不是在给他做广告 微软就生产力和技术能力 创造能力全球绝对第一 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给他PK的 是吧 那个所以说谈到这个 我们谈到微软的现在的strategy是什么 因为他跟我们今天的topic是紧密相关 现在微软谈到的是 就是这个企业的生产力和业务流程 这是他的第一个 他的战略 第二个战略是云 所有的都基于云 云技术 第三个战略智能 好了 那好了 我们今天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Dynamic 365 你会发现 它是就是基于这三个战略上面的 产生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平台 是吧 业务平台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词 这叫生产力和业务流程 这是微软第一个最重要的战略 就是支持你的企业的生产力和业务流程的 那Dynamic 365就是带着这个使命来的 我们走进去看 这是我们今天的agenda 然后那个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企业的大概的业务框架是什么 这个我花了些时间去去去梳理它 然后呢 我们现在企业的挑战 就这个这个我们现在传统 这个企业在传统环境下的一个挑战 已经面临我们这个新的 这个现代IT环境下的一个挑战 还有一个我就会勾词误一下 这个刚才谈到的 什么是生产力 什么是业务流程 那其中其实生产力 我们这个这个微软呀 展现出来就是O365 这个大家可能都不陌生 O365很多人都在企业都在用了 那么业务流程是什么呢 Dynamic 365 等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提供的所有的功能 所有的这种application 好了 最后呢 我还是我们是搞技术 我想大家都是搞技术 我们再看看它的框架 architecture 我们看看从技术的层面 来了解一下Dynamic 365 看看它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是吧 然后呢还有一些遗憾了 这个我非常看到这个365 这个平台非常兴奋 但是当我真正的深入的去研究它的时候 还是带了一些些许遗憾吧 是吧 就在现在这个状态 我们希望它的未来能更好 那么说最后我谈一下职场的机会 基于这个这个新技术啊 基于这个平台的诞生 它的职场机会会会会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一样啊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topic 好了 生产力和业务流程 这个在我们那个CM那个我们的班上我天天挂在嘴上生产力和业务流程 大家一会就看到什么是生产力 好了 这是个什么 非常逼的这个图 非常逼的 但是原谅我啊 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来画这张图 其实我现在就是我们看一个现在我们看一个企业 我现在看企业 因为我以前一直做了很多年的架构师 是吧 那时候一般我看一个企业从框架来看 然后再narrow down下去 是不是 但是呢 现在我的这个这个倾向越来越倾向于业务 我就说我的这个man side的越来越是业务 基于业务产生的你的那个技术框架是什么 那我现在画出来这张图就是业务 看到了吧 其实你doesn't matter你在哪个行业 你是政府你是manufacturer你是银行你是finance capital market对不对 bank 其实任何chemistry等等等等 healthcare 其实每每个每个每个企业啊 他都是这么几大块 CRM看到了吧 在这里面我详细列出来的基本上最主要的一些 一些他的这个这个function是吧 CRM就三大块 marketing self-service marketing是什么 你的你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你所生存的空间吧 就是你只有了marketing你才能去sell 对不对 才能销售你的产品 销售了你的产品 你才你要提供服务嘛 对不对 而所有的这个东西 就是sells marketing service 都是围绕着你custom展开的 对吧 所以这叫CRM系统 custom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实际上等会大家看到 Microsoft Dynamics CRM 是多么的不一样 它里面其实在把这个CRM更扩的更宽了 他而且他那个框架非常我非常的习惯他那个框架 XRM 在这儿啊大家知道这个词XRM 为什么XRM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东西啊你怎么把这放在这个企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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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流程里面了啊这个这个企业企业的这边是process里面了 因为XRM太太不得了了是吧 我特别喜欢他 而且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同学Dynamics CRM就是找Dynamics CRM的工作 实际上做的是XRM的工作 XRM等会我给大家稍微的详细介绍一下 那么大家都知道BPM吧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那你任何一个都可以是BPM 你比如这个学校的这个Recruiting System 对吧 他招生招生系统 教务系统 还有的那个课件管理系统是不是都可以成是BPM的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对不对 你有你的业务流程 然后你有你业务流程上节点所相应负责的人 以及你有相应的这种workflow把它们粘合在一起 Business Flow把它粘合在一起 这就成了一个业务的管理体系BPM对吧 所以说这个其实这是Dynamics CRM里面的一部分XRM 它实际上是来实现你企业的BPM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Pi-de-Fall 这是它提供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企业的就是CRM吧 我们一般把它放在前端对不对 就是面对你的市场面对你的客户的 好了 那后端呢 后端什么 这个这个是什么呢 Field Service和Project Service 其实我在这把它标是Service 其实在一个企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Service 比如你的那个这个外勤管理 包括你的你你你这个上门服务 包括你的这个仓储的货运服务等等等等 这就叫Field Service叫外勤管理系统 对不对 它这个在这里面它是一道大的体系 其实其实一个完整的体系 它一定有你比如Rogers 你比如这个这个Rogers 比如上门服务Cable 然后它需要相应的Equipment 所以它都可以keep track它整个的一个Process 包括它的那个Resource Scheduling keep track它整个的工作状态 那么我们把这种服务叫外勤服务呢 包括你的这个仓储 这个仓库之间的你的这个货物的转发 是吧都可以称为Field Service 这一部分一般一个企业也会有的对吧 还有一个Project Service Project Service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我们在各个企业里面 其实你的你的工作任务 一个是任务 你可以把它任务 其实很多任务把它扩大化 就是它就一个Project 你就可以把它按照Project的Lifecycle 把它管起来 这个Project的管理 不是单纯的我们IT的Project 它什么你建筑也是Project 包括你一个大的一个服务 也是一个Project 你交付了IT项目也是Project 所以说它在这里面 在一个企业里面 它应该有相应的Project 管理的一个体系 是吧 而且各个部门都有不同的体系 但是它管理的模块是一样的 比如你的Project Planning 包括Lifecycle的管理 Mailstone 是吧 你要使用外部资源 你要Contract的管理 是吧 这是这样 好了 那这些管理 这就是这个Project的管理 我把它统一叫做Service 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名称 我把它画为Service 好了 那我们到后端 后端什么呢 后端大家最想到的 我这个是个典型的ERP系统 是那个Manufacturer 你可能你要是Finance 你可能用到里面不同的模块 那个Manufacturer 它是一个比较全的 端到端的 是吧 整个都在这 那么后端 我们就谈到了ERP ERP系统一般怎么是什么呢 包括哪两大块呢 包括哪些部分呢 那个ERP我觉得我在这边划分了 就是你按照它的逻辑划分 我把它划分成那个Supply Chain Management 还有Manufacturer 因为我这个图是画的是参考的这个Manufacturer 知道吧 所以在后面 在大家看到这个后面的ERP下面 我画了一个是供应链的管理系统 还有一个Manufacturer 是吧 Manufacturer就是你的生产 包括你的排产 你的生产制造 你的那个Scheduling 包括你的质量的保证 包括你这个现在 你比如你要是工产性 工产生产是准时化生产 或者那种Lean的那种Model 是吧 那就是它管理整个的 你的生产的一个Pipeline 一个Lifecycle 还有一个Supply Chain的管理 那就是你想你生产出来的产品 你要把它 你要生产一个产品 你需要有产品的设计 产品的Lifecycle的管理 你需要做它的计划 你需要采购原材料 对不对 你需要仓鼠 然后你需要 然后跨入到你的这个 你需要使用Wonder OEM等等等等 进出口 所有后台的Logicists 所以这就是所有的 全球的供应链 这个系统 那基本上ERP 我们在企业里面 ERP里面 基本上都会cover这两大块 是吧 但是有的 像你说政府的ERP系统是什么 我觉得政府可能 它不像这个Manufacturer 这样的ERP的这种Model 但是呢 所以说我们ERP会有一个垂直 垂直领域是吧 那个刚才我们谈到 刚才谈到的CRM 它是一个cross的 cross的一个领域是吧 它夸到各部门 它的那个模块基本相似 但是那ERP 它又是按照垂直领域的 你chemistry 你energy 包括你的manufacturer 包括在manufacturer里面 不同的生产不同的产品 它可能都不太一样 是吧 但是它这种大的模块是在这 好了 HR 大家知道吧 HR肯定是每个企业都有的 然后你的你的这个招聘 包括你talent的sourcing 包括你talent的performance的这种评估 包括培训 包括你企业的mori 等等等等都在这里面 是吧 包括你组织的管理都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 那个中间这个部分 你看到了吧 它是一个企业是吧 我们主要看不到 它是个企业 那么其实最重要的 所有的这些 我们刚才谈到的 所有的这些体系 都有两个流 是吧 一个是那个 一个是这个 这个finance finance finance 所以说在这个体系里面 我就列出了 它一个都会跟finance相关的 它是一个share的 一个component 一个model 这里面包括你 generalizer payball receivable 包括payroll 等等tax 对吧 fix asset等等管理 都会在里面 包括你banking account管理都会在这里面 finance 还有一个 所有的这些 我们现在就是数据 不可能没有数据的 你有的这种业务流程 都会产生相近的 后面的数据 对吧 这些数据的干啥 我们现在大数据 这些数据来了干啥 实际上这些数据 是帮着我们决策 是吧 战略决策计划 管理 运为的 给我们让我们的企业的 这个价值最大化的 是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 那你怎么来指导 你做这些工作呢 其实就是别 就based intelligence 是不是 然后那个在这里面 我就列出了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大家等会 等会就看到了 其实现在的 那个现在的 我们谈到的企业的 这个业务流程啊 不是单纯的 在几年之前的 那种业务流程了 是吧 靠人 靠那种简单的 一些这种 based intelligence 来指导你的业务的运维了 不是的 artificial了 所以他后来 他后面引进的是人工智能 所以说我们现代啊 就你的动作 大家会看到 Dime365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要让你的业务流程和生产力实现智能化 这是它最了不起的地方 把它整合在一起实现它的智能化 是吧 所以说这里面BI和AI 好了 这就是一个 那这个compliance audit 这是企业必须的 就是我们做安全必须的 是不是 compliance audit 这是安全的 安全啊 包括你的law regulation的一部分 是吧 所以在这里面 我也把它列出来 那么说我刚才谈到的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企业 你也许全部都有 也许你有它的一部分 是吧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业务的 这个我们叫business process 实际上 那么说那还刚才谈到 我一个是业务流程 这刚才谈的是业务流程 那还有生产力是什么呢 生产力就是这个右上角 看到了吧 office 365 实际上就是digital的office和collaboration 这个我现在谈到这个词 是不是大家collaboration是什么 其实协作 现在你会发现 你怎么来让你的生产力最大化 就是提高你的协作能力 对吧 就叫collaboration 所以所以说那个 这也是微软的一个战略的考量 一个是你有了 让你的生产力最大化 你才能让你的业务流程最优化 你才能产生你最大的业务价值 这就是微软要做的事情 所以它这个右上角 因为我这个鼠标呀 展现不出来 那个箭头不出来 右上角 实际上就是它的productivity 就是它的生产力 就是它的生产力 在这里面 你看大家很熟悉 你的email系统 你的所有的这种office 你的在线的这种meeting系统 是不是online的collaboration的 或者social的community这样的系统 还有下面的你的企业的portal 还有你的工作的portal 这个也很重要 大家知道吗 就是你的portal很多企业 做collaboration 是使用portal作为它重要的手段的 了解吧 然后包括这个企业build 它自己的community 包括你在怎么来设置到 你最需要的这种资源 所以说在这个右上角 是它的productivity 是吧 是这样 在这里面我只想强调一个 那office 365 大家可能都在用 就是microsoft的云端的 对吧 它的那个这个 就是这个productivity的这个平台 在这里面我只想强调一个产品 sharempound sharempound 大家 大家以后不可能 你做微软 不可能用 不用这个产品的 sharempound 它是 它是microsoft的一个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on的一个layer 就是协作的一个层 一层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强大 那么那么说在这里面 它是现在实际上 你会大家会看到 它是跟这个 比如跟我们现在的 Dynamic 365等等 它们像一个联心率一样的 共存是吧 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这种集成 所以说在这里面 这就是一个企业 基本的一个大的框架 这个东西可能大家看着枯燥 但是呢 对真正要做这方面的人 是有价值的 我花了一些时间来做它 包括那个企业的业务流程 和那个生产力 是吧 大家有问题吗 好了 谈到那些东西 刚才看到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觉得 我们带来一个思考 我们一个企业 就是特别是那种跨国的企业 实际上你在 这就是你这些 这个体系都需要通过你的IT建设来支持的 知道吧 而且你还要随着这个与时俱进来发展的 所以这样一个体系建设 大家知道它要多大的efforts吗 无法评估的efforts 一个企业你run多少年 这些东西就在那 而且不停的打补丁 不停的优化 不停的sunderside 要产生新的系统 然后他们之间要不停的集成数据的交换 对不对 然后运维 包括infrastructure的这些系统 然后在上面还有开发等等等等 就是基于这个 就是就是就是实现这些东西的 而且永远无情无穷无尽的问题出来 是不是 然后总是有抱怨 你performance不行吧 你总不能支持我的业务吧 等等等等 好了 那那太多太多问题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 那个我给大家讲个比方 你看我在画这刚才那个图的时候 我的这个脑海里浮现的是 Lenover 就是那个联想 联想是一个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全球500500强的企业 然后他那个全球 现在的员工将近4万人了 很大很大 当时他来实现 当时他收购了 那个IBM PC division是吧 他那个当时 他是要打算花10亿刀 来build全球的端到端的这个系统 那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我 那时候我是06年空降过去的 所以说那时候当时那个IBM IBM拿着他那个Legacy系统 就是他现在他以前那个系统 打出来那个那个E-SAR表 一页一页的翻 就一个个系统3000多个 你知道吧 就是3000这个网状的系统 这样子粘合在一起 来支持IBM的这个PC 包括service server的全球的 是供应链系统 然后你说为了那个联想怎么办呢 是不是 然后他所以要花10个亿 他要把它整个的sensit掉 但有了你还sensit不掉 你还把它migrate过来 所以说当时非常非常复杂 还是当时还是在那个时代 当时最后那个 那么我们当时整个的这个 实施团队大概有2000多人 然后数年的时间 然后那个第一年 就是第一年的时候 我管他的开发 集成和数据 我当时他签那个timesheet 4000多万刀 大家想就我那一块 4000多万刀 你想想他是不是复杂 复杂 而且那个项目团队很大 实时起来非常非常复杂 那还是那个年代 现在呢 如果现在 现在企业啊 现在企业有的是这个举步维艰 那个状态就是现在他企业在这 然后云在这 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都在这 你这个这个你想你的这个前端 是吧 各种的这种multiple device 包括不同的云 包括大数据 包括你现在现在的企业系统 全部在这 他对你这个企业带来的这种挑战 是是巨大无比的 对不对 而且你是怎么来做做决定的 你是都上云吗 不可能 你不来位置云吗 也不可能 是不是 那企业的这个这个 企业的现有的系统 要跟着这个与时俱进吗 当然要与时俱进 你什么样的cadence与时俱进呢 等等等 太多挑战了 所以我们盖过起来 有几大块 一个业务 现在的业务越来越复杂了 你不信你这个五年的变化 你的业务 你其实这业务的这种model 就复杂很多很多倍 对不对 而且你这个业务的变化 你要非常的agile 就是要求IT的项目的实施 非常的快捷 非常的要敏捷吧 是吧 要满足这个业务需求 而且业务变了 你马上要跟着变 这是对IT 就是这个业务的复杂度 要求了你IT项目的实施 复杂度大大的增强了 还有一个技术 技术难度大了 你不信我今天讲完这个讲座 我觉得 你不信看看我们就是 整个我们所认知的 现在我们周围的IT professional 跟他这个技术之间 有没有gap 是不是 我不说我们都有素养 我们有很好的背景 但是跟掌握这套体系的技术之间 巨大的gap在哪 而这套体系 这个非常powerful 对不对 这个非常强大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IT professional 现在我没有能力 没有技术能力 去应用好这套体系 这套技术 所以说这都是我看到的 所以我大概列了一些 这方面 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点 就是time 和money 就是钱 不论是我们要少花钱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多挣钱 我们要花最少的时间 最快捷 这就是企业 我们现在企业 IT 实施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对不对 怎么来做呢 它恰恰是相反 现在我们面临的这种复杂的 这种困境 复杂的这种外部环境 恰恰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要花更多的钱 我们要tick更多的时间 这下下把我们推上反面了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最大的 无穷的无尽无尽的挑战 就在这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这个我是大概列在这 比较比较这个凌乱 但是我大概我想到了 我列在这 是吧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 我现在就是说 我们的解决方案 就要有一个解决方案了 当时我刚才谈到了 我们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 那个6亿 最后花了6亿 基本上实现了 Lenovo复盖到全球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这个供应链 供应链系统 包括它 就是刚才我谈到的 后台的ERP 包括前段的CRM 包括它的Service 等等等等 这个系统 大概花了6个多亿 但现在实际上 Lenovo的IT还在发展 还在不停的在建设 实际上 不像以前那么大规模建设 但是它的项目的建设 这个规模不是个小规模 一个项目 至少几百万刀 那时候第一年的 就是那时候 他们第一次的建设 想做一个template 想当时 因为美国是它的主要市场 所以说当时 他们的这个角色层 就是说 那我们先在加拿大做吧 加拿大市场跟美国很像 我们再先把这个加拿大的供应链 标起来 然后以它作为template 然后复制到美国不就行了 当时花了几千万 然后那一年 然后我带着一个团队 大概到这边 到这道那个叫样街 样街的以前那个IBM 那个building 40多个人从国内飞过来 然后还有20多个到美国的rally 那时候我再从这儿到美国rally 都都在我管嘛 做UAT 实际上这个可能花了两千多万 整个打水漂了 凑多地干了 因为我们下一个订单 扔进去 两个月不出来 那个订单不知道消失到哪去了 所以就就失败了 当时那个我们那个CIO 当时在说呀上线上线了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上线背后是什么东西 实际上是这个订单消失了 是吧 然后再再自持的是哽咽的 就是说非常非常多的挑战 是那个年代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年代 要么 你来顺应这个时代 真正来实现 来大大简化你的实施 来很好地支持你的业务 来节省更多的钱 来用更少的时间 要么 你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个是triple的一个挑战 你不能handle的一个挑战 就是这就是一个企业 所面临的必须的选择 那我们做IT professional 我们看看我们的选择是什么 是不是 好了 我们往下走吧 那个 我们选择是什么 微软 就是他认识到这个东西 云 云呢 就是我发现云这个东西 给我们带来的太多太多的变化 云在几年之前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在那边讲的时候 在多伦多讲云的时候 那2014年末 是吧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 我嘛 就就我已经在微软了 在云里物理太多年了 那时候就在云里头 然后等会大家看到 那个APP model也就知道 那个APP model 在那时候我们都 天天就伴随着 我们都是用APP model开发的 但是现在你不信 你看这个整个这个市场 有几个即使做Dynamic Sam开发 有几个是做APP开发的 很少很少 知道吗 就是我们的这个肢体是滞后了 这就是那微软呢 那想好了 这么复杂 那我怎么来解决呢 是不是 好了 他就给你提供了 我这样吧 我来给你提供一套的 完整的解决方案 作为这个平台 我来提供你的这个 所有的业务流程 对吧 我让你来最快的方式 帮你provision一个你的业务流程 你在上面来实现定制化 还有一个 我来给你提供所有的 你的办公环境 而这种这种方式都是通过 快速的基于云平台的配置来实现的 是吧 所以说微软其实在那个 就是我们他就提供了两个产品 一个是Office 365 和Dynamics 365 就是这两个产品就诞生了 是吧 Office 365就很早就出现了 但他在里面不停的隐汉 这是我写的一个图 这是Office 365 大家有多少人在用它 我不知道 其实很多企业还没在用 其实我们在这个 就我们这个学校 包括我们的这个consulting 包括我们这个职业 这个学校 我们一直在用Office 365 一开始我们就在使用它 是吧 在这里面你看到了 他就这个 我等会到系统里 让大家看一下 他包括了collaboration 包括了你的BI 包括你的所有的办公环境 包括你所有的community都在上面了 这上面 这些我这个鼠标动不了 没有箭头 是这样的 好了 那他通过他这个 而且他后台数据的采集 他实现了统一的智能 所以说他就他说 我要实现 这是你的生产力 就通过这个 就通过这样一个体系 把大家联合在一起了 大家来协作 来共同完成 你在这个你的任务 是吧 你的Business 这种operation和实施 他是这样来做的 这是这个productivity 我们叫生产力 是吧 好了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产品 我刚才谈到的业务流程 就是谈到了那些前端的CRM 后端的ERP HR finance 等等等等 这些体系 包括那个field service 等等等等 这是微软的一个体系 看到了吧 这是微软的一个体系 那么说我们看到右边 这是微软的一个产品系列了 他等会我到系统里给大家看一下 他现在365整合之后 他把这个系列 那个系列都化了 你看到了吧 他叫dynamics 365 支持你的sales 然后dynamics 365 支持你的service 支持你的marketing 支持你的field service 等等等等 包括你的project 这个management 那下面这个dynamics 365 foroperation是做什么呢 他就是ERP 他就是支持后端 后端的刚才谈到的 supply chain的management 和后端的 包括你manufacturer的 这个management 以及这个finance 看到了吧 那么下面这个dynamics GP和NAR 和SL 这个到时候大家了解一下 那是另外的一个 其他的dynamics 一个产品 dynamics 365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实现的 那个我们以前 那谈到dynamics 大多数谈到的CRM 最多了 因为职场机会最多了 知道吧 其实他还有其他的几个产品 包括GP NAR SL和AS 他这个 在这个 他叫dynamics family 家族 实际上他叫家族 实际上他们就不是一家人 是吧 其实只有dynamics CRM 是inhouse的 是Microsoft的build出来的 所以说也特别被大家喜欢 因为他那个model特别特别好 那么其他这个像刚才谈到的GP NAR SL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他购买的 至少到现在 他们也没有整合在一起 等会我们到 到看一下 这是他一个很大的遗憾 所以说 那么说你看一个企业 现在我就是 我就说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啊 都是基于云端的 那好了 那个office 365 是生产力 那么dynamics 365 是你的业务流程 对吧 他后台都是那个BI 和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实现他的业务 智能化 你看那个 我们拿那个 如果是像冷的 我刚才那个实例 我们看一看 花了六个多亿 好多年的时间 几两千万 两千个人 这样交付 全球飞来飞去 交付 那么现在 我想我们来build 一个fundamental 会什么样一个状态呢 大家会对云有多少了解 我可以坐在这儿 我只要花几分钟的时间 我到微软的dynamics 365上面 我就可以让他给我配置出来 一个fundamental的一个CRM系统 一个ERP系统 一个finance系统 然后后面自动的 imbanded的就是他的BI 和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知道吧 然后我再花几分钟时间 到dynamics到微软的这个dynamics office 365上面 我就可以配置出来整体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办公环境 而且这个环境是统一的一个portal的环境 所以说我只要花数分钟 我就能在微软提供的云端 来build出一个完整的生产力 加业务流程的 并且智能化的一个环境 这是相当相当了不起的 是不是 而以前 而以前我们的企业要怎么来做呢 你要你有你的server 你要部署在不同的data center 你要有cluster 要有HA 还有availability 你要disaster recovery 然后你在上面要build你的操作系统 你要build你的应用开发环境 你在上面要不做不停的开发 是不是 这些东西 现在这些东西 全部交给微软了 而且微软都会通过云平台 把它给你透明的管理起来了 你可以很自如的scale out 你就用这个平台scale out 很容易scale 对不对 你可以支持2000个用户 你可以支持20000个用户 可以在损间scale 所以说他这个 这就是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而且关键是 这个体系 把这个体系 联合在一起之后 他把这个 这个这个 based intelligence和智能都在里面 而以前你在一个自己 在自己自我的企业里面 很难实现的 特别是人工智能 你需要极高的这个 这个人员素养 对不对 来实现这个后台的人工智能 的这种体系 几乎在 如果你一般的企业 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他把它都整合在一起了 非常非常快 而这一切全是基于微软的云平台来做的 相当不得了 大家有问题吗 那么右边这个就是这个现在的DM365啊 这样一个平台 好了 这是roadmap 这个有些东西它还是ongoing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个学校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在跟同学们在讲课的时候 我们也面临着很大挑战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环境都是最新的 所以也就是他 我们要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同学们的这个学习过程 要随着他这个系统的发展发展 是最新的 所以说那个 我们对很关注他的roadmap 那么我们看2019年 18年 19年之后 我们还看不到 也许他为了保密 但是至少在现在 就今年去年年末的时候 他把刚才谈到的 把CRM 把那个ERP 把Finance 整合在一起了 然后呢 添加了人工智能 是吧 这是他的一个roadmap 好了 这是一个 我放下指示给大家一个概念 这是我 我载取的一个图 它这是一个 我们都 我现在我也讲 And to end的Bains Process 实际上这个 我觉得这个 现在这个提法都不太对了 什么端到端的 一条线 从从你 比如他这个下面 从你这个线索 然后到商机 然后到报价 Code 然后到那个order Fulfill order 是吧 Fulfill你的sell 最后产生 那个invoice等等 它这是一个sell的 一个pipeline 它在上面 这个显示的一个 是一个企业销售的 一个pipeline 实际上现在不是这样了 我们现在企业的 这个 这个Process 是一个闭环 都是一个个圆圈 你知道吗 而这个圆圈的驱动 就是你比如像这个 你例子 现在我们例子 带例子大家了解吗 就是线索 对不对 例子你可以去采集例子 你可以去购买 购买例子 你可以 包括digital例子 你可以分出例子 实际上现在因为加数据 数据技术的这个广泛的应用 大数据的领域 数据的这种驱动 变成了数据驱动了 了解吧 所以说他现在已经不是端到端的业务流程了 是一个端到端的一个环 是一个环 一个个环 所以我把这个这个图列在这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业务体系 都是一个环 一个个闭环 而这让这个业务体系 环在一起的就是数据 你的数据流 就是你的人工智能 你的那个商业智能和人工智能 是吧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 要keep in mind 是吧 好了 这个 这就是那个Dynamics 365 就是这样 我今天不太会去cover那个Office 365了 这是Dynamics 365 那在这里面 大家看到这个图了吧 这个Sales Sales Marketing 然后那个Service 这是以前的 它的Dynamics CRM 然后后来它的那个Field Service Field Service 包括那个Project Service Automation 也是它以前Dynamics CRM的一部分 它在这新的这个这个这个体系下面 它添加了Operations 就是刚才我们谈的Operations 实际上它这个是后台的整个的BRP系统 知道吧 还有一个Finance 那个以前的Dynamics CRM 我们后来Finance需要跟后台的Finance 是集成的 那现在它都放在一个整个的一个体系下面去了 把它统一的来管理起来了 看到吧 好了 那个我们现在先快速走一下 然后我们到系统里大家看一下 就完了 这是这个刚才是谈到了那些体系了 那我们看看 呃 我们narrow down一下 看看它是怎么来实现 刚才我在这个上面 我给大家谈到了 到这个图上啊 这个图上面 这是图上的是一个典型的 那个企业内部的业务体系 但是实际上很多很多这种BPM 不在这个体系这个图里面体现不出来 你比如这个学校的这个招生系统 或者这个学校的partner的管理系统 这partner管理系统怎么做呢 你比如他这个学校的学生 有很多这个学生是他的partner介绍过来的 还有这个学校 比如他也要粒子管理系统 他就他就他那partner给他提供粒子的 所以说你在这里面很难找找到这种 就是build in的 我们叫outbox的这种流程 所以说那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XR 这个解决方案就是I 我们叫这种叫BPM Bence Process Management 那我们说都是他通过SR来做的 那SR是个什么一个概念呢 这个很有意思 很好的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看我们的这个业务体系 都是他的核心都是数据 对不对 都是数据 那么说 而这个自然界的组成 这个数据是什么来定义这个实体的 你比如我是个instructor 是不是我是不是一个entity 这个桌子是不是个entity 然后我有我的特点 attribute 我有我的年龄 我有我的性别 对不对 我的专注的方向是什么 我教什么课程 这都是来定义我的 这就是数据 那么说 我们把这个放在一个IT项目 一个业务体系实施的角度来看 每个业务体系都是由一群entity来组成的 是不是 你比如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的这个招生系统 那他就是他的counselor是entity 他的学生是entity 对不对 然后那个他的课程是entity 是不是 那这entity就有相应的attribute来定义它 对吗 学生哪个族裔啊 哪个国家来啊 什么状态是留学生还是本地啊等等等等 来定义它 好了 用entity组成 那他这个x arm x就代表了这些任何的entity 了解吧 我在上面写了 x就代表任何的entity 好了 你有了entity 然后我们之间产生关系 是不是 我比如我是这样的老师 那边是学生 我们我是来build的一个这个教课系统 那我就是我们俩之间有关系 好了 那在我们就build他们这种关系 然后在这个上面来施加业务 业务体系业务流程 是不是就是一个管理系统啊 大家能理解吗 有实体有关系 叠加业务体系 它就是管理系统 然后再加上相应的workflow来实现它的自动化 对不对 然后这就是一个 就是想你可以想任何一个体系都是这样build起来的 实际上都是这样build起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那个大家会看到的 实际上你在那个大家到市场上去看Dynamics CRM往往就打个斜告 XRM 实际上Dynamics CRM那个CRM就是Customers 就是那个Sales Marketing Service 就是基于它下面这个XRM build起来的 所以说那它基于它这个体系 我就给我就跟同学们打个赌啊 我说你这样啊 你说你任何一个业务的体系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你的一个业务的体系的需求 我不能 我如果不能用XRM来实现的话 我输一千块钱 一千刀 我这个赌永远在这 你可以 你同学们都可以 你说你会说一个业务体系 说出来 我不能用那个Dynamics XRM来实现的 我马上给你一千刀 是吧 所以说那我们就看到了 所有的这上面在这里面有它的标准的业务体系 还有基于这个业务体系的Customization和Update 还有一个有的业务体系还真不存在 那我们都是用XRM来实现 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 我基本上用Dynamics CRM Dynamics 365 还有Office 365 可以实现我整个的企业的业务体系 是不是 基本上是完整的业务体系 等会我到后面跟你讲 后面跟你讲到那个架构 架构 就是那个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这个非常吸引 都到后面去讲 所以这就是一个微软的一个 你看一个这样整体的架构 是不是 是不是凯文 是这样吗 是这样 所以说 所以说 我不是 我其实我对微软也不是那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好像无所不能 是吧 那也不尽然 像那个 我就说肯定 你那个股票的实质交易系统 我觉得它就不太能支持 是不是 但是一般的业务系统 如果你愿意付出 efforts的话 它一定能支持 知道吧 那我说刚才你SR 你知道呢 肯定要做很多customization的开发的 对不对 少做这样的事情 好了 这个我就 这个Sales Sales我等会到系统里面看一下 很快就过一下 Sales基本上就是整个的Sales pipeline 对不对 你有了商机了 然后一般你大家卖东西 你怎么卖啊 有机会了 然后呢 你就开始报价了 然后你就开始讨价还价了 对不对 然后人家同意了 买了 你就产生order了嘛 然后最后有voice invoice invoice你肯定要validation一下 对不对 然后要 那就你要receible 要把钱收回来 这就是一个销售的一个完整life cycle 实际上说的简单 但是实际上是你要在这个企业里面 因为它销 销那个 life business非常复杂 所以实现起来是蛮复杂的 这就是它企业的一个销售 销售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一部分 对不对 我所有的profit来自于销售 你产品再牛 你没有销售也没用啊 还有你产品再牛 我销售再牛 我没市场也没用啊 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企业里面 marketing是最重要的 销售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 你销售完之后 你没有服务 你不是垃圾了吗 对不对 服务 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在customer展开嘛 是不是 所以说 这是销售啊 然后这是marketing marketing是什么呢 marketing就是你企业 这个社会对你企业的认同度 就是你企业在这个社会环境下的 村下秋冬 很简单 那就是你这个 就是你企业要认同你啊 你的社会要认同你 人家才能购买你的产品 才能consume你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那个marketing 就是build自己的这种捐钱啊 是吧 各种的慈善啊 是吧 然后那个build自己的这个 reputation啊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呢 是吧 让人家去try啊等等 这就是marketing做的事情 有很多勘聘的 是吧 所以这就是marketing 那具体到下面 什么就是线索呀 你要产生线索呀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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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刊聘呢 你要产生刊聘呢 现在还有一个digital digital时代了 digitalmarketing 这个体系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体系 大家知道digitalmarketing 非常是social media啊 社会对你的评价等等等等 而像这些东西背后 一定是大数据 知道吧 marketing后面一定是大数据 知道 那个智能化 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我就不细讲它具体的这个流程了 对吧 这是marketing 还有service service最简单 我们的rodgers 使用了rodgers 我不知道你这有没有rodgers rodgers这个服务很去不好 是吧 这个这个 然后他有他的call center 你给他打电话 是吧 然后你可以complain 然后他care你 或者他不care你 反正就是这就是service 对不对 然后然后他要上门给你 你出问题的上门 安排他的人上门给你这个fix 包括他的schedule 包括resource的management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需要什么样的设备 对吧 这一套体系 包括call center的管理 全是service这一块 其实service大家会发现 你刚才我们谈到了 这个sales marketing service 就是那个CRM的解决方案 他现在把它分开拆分了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吗 以前他是完整的 一卖卖给你就是CRM 这里面包括了marketing sells service 其实一个企业 你发现你上啊 是上他的一个model 因为一个企业里面 不可能sells跟marketing 是在一个组织下头的 不可能的 那自然不可能上两个 在一个incidence下头 不可能上两个系统吗 所以那个mails 这他的license的策略 就不要拆了 实际上是 实际上我就说 一般的我们在上CRM的时候 大家都会想 首先想到sells marketing service 实际上你知道多少是service吗 多少是marketing 多少是sells吗 其实60%以上 都是用的他的service的模块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service越来越重要了 你知道吗 你没有service 你还有什么sell 你marketing 你的customer脱脱的杠了 对不对 你怎么return他们 所以说service 就是现在这个业界 你比如可能sells跟marketing 是差不多一半一半 是吧 然后剩下的60%多 20%多都是他们是sells and marketing 60%多都是service 这个service这个体系都在那 那这里面提到的internet of thing 刚才刘老师问的 internet of thing 互联网 其实在这个平台里面 这个就是microsoft的 你看他那个field service 就是你的外形服务 就比如你这个卡车运货 对不对 或者是你那个建筑 搞建筑工人 它要specific的一些设备 等等 它都是通过那个service 那field service来管理起来的 而这个internet of thing 它肯定要带这个可穿戴设备 对不对 它肯定有sensor 它需要跟它的这个服务器端 云端端打交道 它要把它统统的管理起来 智能化 把他们整个的人 跟设备要collaboration在一起 人跟人要collaboration 人跟设备要collaboration 而且那个服务器端要实施的监控 有的高端设备 你知道吗 你比如过一 是不是 你看在维修的这种设备 它高端设备 它实施监控你这个设备的这个状态 它不能等到你这个设备 出了问题不再fix 它损失太大 所以它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 都在里面了 它这个整个刚才就是 刚才谈到的service 就是那个field service 就是这个就实现这些体系的 给你的sensor 最终连在一起 然后你来实行它智能化管理的 包括对你的人 对你的设备 包括人跟设备的组合 对不对 包括它在最优化 你这种组合 都是通过这个互联网 直接的跟它后台的人工智能 绑在一起 来管理起来 知道吧 所以说它非常非常的强大 但这些都是这个service 这个这是一个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 你的生产力 就是你的业务流程的优化 你的marketing 你的marketing的segmentation 都很多很多人工智能 你的marketing的segmentation 你的什么是你的custom 你custom的preference 对你custom的insight 它全是后台通过 已经人工智能 把它关联在一起了 包括你sales 包括你sales的趋势 对不对 包括你大家对你产品的feedback sentiment 全它都通过后台的人工智能的分析 把它都粘绕在一起 都在里头 就是自动上对答案什么那种 对这种问答 对对对 它有个那个叫小纳嘛 corona 对 它的小纳都在里面了 所以它这个 这就是它这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是吧 大家能跟上我吧 很厉害 所以说这是它的service 还有项目的管理 其实项目 其实我们在一个企业里面 其实每个我们每天的 很多很多就是做一个的项目 但是你的你是IT还是你是建筑 是吧 你是你是道路建设 还是你的 你是你的那个supermarket的建设 等等等等 是吧 都是一个个项目的管理 所以它这个体系都在里面了 它就通过你的项目的计划 项目的budget 然后项目的life cycle的管理 等等等等 包括你team人员 是吧 资源怎么整合都在里头 好了这个service我就快快过了 service就像这种service就是那种 比如take it的管理 你打了call center来了 然后来了个take it 然后issue个take it 然后go through这个take the life cycle 对吧 然后最后fix 然后最后让customer高兴 就是干这事 是吧 它把这个total的管起来 还有knowledge base 对不对 那拆爆的应该属于这块 它是它有它有的是mix的 它有的是mix的 它那个你像刚才field service 和这是customer service field service是你对在这个野外作业的 一种keep track 那么这个是customer service 是让你customer高兴 让你满足你 对call center 对complain等等等等 所以都是这样的体系 这个就erp erp这个东西 大家可能supply chain 大家就两个大块吧 supply chain 还有一个manufacturer 但你在那个比如finance那边就不一样了 finance就是你比如前端是cm 那个投资关系管理 后端是盈利管理 盈利组合 对吧 然后那个就是产品组合 然后那个盈利管理 以后它都不一样 但是呢 在这里面你都有相应的模块 你可以customize 对不对 包括你那个capital 其实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 人力资源管理 finance的管理 你看receiveable receiveable 包括payable 包括generalizer 它都通通在里面管起来 是吧 哎 finance finance 对finance是这样 finance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最最基本的几大模块 那个我在generalizer payable 包括固定资产的管理 fixed asset 对不对 包括那个 包括accounting journal 今天所有的这种 它都把它通通的管起来了 它是一个非常standard的一个 一个finance的一个平台了 它跟那个 比如那个quickbook 那个什么 接地adward 还是什么 是不是都很接近 很接近 基本上 但是它的这个界面 更加的方便 是吧 好 这个就是 刚才那个刘老师在探讨的 这就是他的BI 你看到了吧 实际上在这个里面 就在现在这个里面 它 因为大家知道 它这个大的业务体系在那 而业务体系下面的 运维下面 是产生了大量的数据 这些数据 它自然把它整合在一起 它对它施加人工的智能 它能产生这么样的 这么多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就几大块了 一个是BI加人工智能 BI是做什么的 BI看历史 是吧 然后再看 回顾历史 看现在 然后展望未来 这是BI以前做的事情 BI以前展望未来 是通过统计来展望 statistic 那现在人工智能 不是这样的 人工智能 它引进了很多这种 神经网络的算法 包括deep learning deep machine learning 包括machine learning 这种算法 所以说它把它mix在一起了 知道吧 在这上面 我就在想给大家说一下 你现在大家都在 就是大数据 都是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什么neutral的这种 network 很火 那我就说 我们把这个扩展一下 职场怎么样 职场真的 你能找个工作吗 不是的 我告诉你 machine learning 像machine learning 像deep learning 像这种神经网络的这种 深层次的这种智能算法 它不会成为 不会成为一个普及性的 像我们讲的 C++ C sharp 加完那样的 一个普及性的 一个技术 不会的 像这段 这种技术 一定是centralized的 是因为这种技术 是建立在你大量的数据的基础上 而且要保证这种数据的管理 数据的质量 这个基础上 而且呢 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需要对你业务大量的支持 所以说它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普及性的 每个人都掌握的一个你日常工作的 一部分不会的 它一定是一个centralized的 一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一个center 一定是这样的 那微软它就是这样一个体系 它有一个5000人的后端的 专门做人工智能的一个团队 专门来做的 知道吧 所以说那你说 哎呦 那我也想用人工智能 我怎么办呢 service 所以说以后的人工智能 它是通过service 让你来直接 直接给你提供服务的 绝对不是让你去产生 build的什么算法 或者leverage它的算法 来产生人工智能的 不是的 那么说 那大家就觉得 那我怎么来提供服务 怎么来提供 我怎么来leverage它的服务 其实最根本的 还是BI 还是做数据分析 知道吧 所以说你就从职场机会来说 还是data analyst business intelligence developer 如果从数据层面 机会是最多的 你就是你 很多很多人 是没有机会做人工智能的 没有机会做machine learning 因为我们讲大数据课程 我们专门讲了machine learning 我们还专门讲了实力 但是实际上是不会有机会的 而且你的职场机会也不会给你的 知道吗 因为像这种技术一定是centralized的 来管理起来的 是通过service来抛给你的 那么我调用了你的service 真正还是通过我们的传统的 business intelligence的这种platform technology和truth 来给我们企业来提供这种 对不对 决策计划管理战略和运维的 还是 所以说最终我们还是通过BI来做的 了解吧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市场上 一窝蜂的 又什么 是个神经网络呀 什么什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大家去了解了解就可以 其实在讲这个课程之前 因为神经网络 像这些东西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也没有touch过 对吧 但我还是去研究它一下 我基本上表解它的一个体系 但是实际上 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当然是好吧 因为它是比较enrich 你的knowledge base 但是如果你要以它 作为你的职业取向 我觉得你还是赶快到微软 到西部那些什么Google微软 像这样的企业来提供这种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种service的这种企业 你才有机会 我觉得在这边机会 在这个肾上真正做到这个层面 真正多的机会 如果你做数据还是BI 就是BI Business intelligence data analyst 多呀 那你想现在各种东西 它是要用那个东西来fake out 来实施 来看的怎么回事 要forutilization 要虚拟化吗 还有一个 通过这个我再想一下 就是说 那么说数据 数据这个层面 就现在大家知道 你做Business intelligence 好了有很多tools 还有一个趋势就是tools的self service 自服务 自助 是吧 所以说你会发现现在做BI 如果单纯的去掌握 具体的tools非常快 那不是IT professional 很多不是forIT professional的 他BI要实现自助服务 那么说BI为什么要自助啊 那你为什么 因为最根本的原因是 你要对业务了解呀 而不是你对那tool了解呀 你得你得你得对业务后面的数据了解呀 这才是为什么要要让这些tool越来越简单 你实现自助 而让让所有的真正做这个professional的人 能关注于你的业务和数据 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再引回到刚才我们谈到了 做IT 你就得做业务的IT 做数据的IT 你其他有前途吗 我不知道 你们大家自己去想 我不知道有没有前途 你让我现在再去开发一个website 我有前途吗 我不知道 对不对 就是你有工作 你给企业带来的value 人家愿意给你付多少钱呢 对不对 所以说你就发现看到了 其实就是说我们 当然怎么办 即使你做数据 也是要非常靠近业务的 而不是对这个tool玩的有这么熟 这个tool越来越self-service了 就是你一般人都会使用了 知道吧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是吧 那artificial做什么呢 insight prediction forkast 是不是 就做这些东西 那个这个这个趋势等等 这是那个bf和ai 是吧 那个这个这个是这个体系在那个 Microsoft的这个云平台里面 大家谈到Microsoft云平台 最上层的刚才谈到的Dynamics 365 Dynamics Office 365 它都是software service 然后它下面两个平台 一个platform by service infrastructure 它都是Azure Azure这个平台 叫Azure这个平台 那它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在Azure这个平台里面的一个center 它是里面来实现你的machine learning的 知道吧 来实现这种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它以后一定是以service的方式抛给你的 你不用看在里面 对你里面是透明的 你只要调用它的service就可以了 而且刚才刘老师也说是对话式的 是的 现在现在是我有一个question我不用再去那什么我直接问他了 他这一般就invoice的那种voice的方式来answer你 现在都是这种方式了知道吧 所以说这就是那个BI和AI 那么说那你想围绕着这个围绕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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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 而且而且它的前端是用像还有那个我们看刚才谈到另外一个体系吧 我看一眼刚才就是那个我们谈到生产力就是office365 实际上他他office365里面他有很大的一块就是管理你的设备的 你要bring your own device就是byod 大家都听说这个词吧 哎这个词就是说这个技术也很火吗 就是带着你自己的设备去工作嘛 是不是 所以说像office365里面就生产力方面他都把它管起来了 那你像这些东西像所有的这些体系啊 他那个包括你的那个field service啊等等的都会产生大量数据 他都会累积在你的后台是吧 而且是这种数据的数据的种累积对你来说也是透明的 所以说那你你只是按照你的业务需求来向这个系统发问 他来给你answer你所需要你所你需要回答的问题 仅此而已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整个体系就在这了前端各种设备 然后呢支持你的各种业务 后台呢又有相应的智能和数据平台 把你的这个业务的数据整个关了起来 对他进行深度的分析挖掘 然后施加你的人工智能 来来支持你的整个的业务流程的智能 支持你的生产力的智能 他就是这样一个体系了 所以说我都 我就说他都是一个闭环 不是一个端到端的了 在这个平台都是一个一个圆环了 知道吧 我我我我我我再我再加点啊 不是竞争 那个我觉得啊 他两个不是那个focus的角度不一样 Walson就是一个数据分析的平台 而而麦克扫的不是这样的 恰恰不是他不是以数据分析平台为主的 他是以你的业务流程和生产力为核心的 而数据是driven的是drive你的业务流程和数据的 让他智能化的 所以他两个出发角度完全不一样 那一个是被动的 我有这么大量的数据 我想哎呦我该做什么啊 这大量数据我扔给那个Walson吧 Walson在里面 分析分析分析 最后我也不知道我要分析什么 而这个非常清晰 我这个就是让你企业的管理智能化的 就很简单 让你生产力 最大化的 Walson我觉得啊 我对Walson也了解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啊Walson还是不一样 而且他的体量都不一样 我再给大家只要提到这个差太差太远了 大家都说我打个岔 就说我就是这个体量吧 大家都说谁是云老大 Amazon Amazon对吧 好了 我们就谈Amazon是云老大 是吗 不是 为什么 我跟你说 我拿数据说话 Amazon是focus在下面两层的 大家都知道云的三层 Software as a service Platform as a service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对吗 Amazon是分析这两层的 它是100亿 100亿一间 然后Microsoft的也是三层 Software as a service Platform as a service And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那这下面两层 Microsoft的云产品叫什么呢 Azure 然后上面这一层 大概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Dynamic 365 和Office 365 对吗 你知道 整个这三层 微软一年的iPhone是多少呢 iPhone是多少呢 200多亿 是Amazon的两倍吧 好了 那那个 那个说 那微软到底这三层怎么分呢 在下面Azure这层 微软只有25亿 一年 是 是Amazon的四分之一 你可以想象 如果Software 这一层 微软的 它的revenue有多大 是不是绝对的云老大 谁能给它PK 它175亿 在这个Software as a service 这里面就包括最主要的两大框 Dynamic 365 Office 365 所以说 所以大家都是在业界都说 Amazon是云老大 它是从这个infrastructure这个level的 而不是从上面这个level 所以微软是绝对的云老大 所以说你那个Wallson那个量级 绝对不可能跟那个达不到这个量级了 达不到太远了 而且那个Wallson是数据驱动的 就是数据来数据分析的 对 对 然后还主要focus在Healthcare 主要是那个健康领域吧 做那种数据分析 所以它不一样的 微软很清晰 就是企业base 然后那个生产力和商 那个生产力和业务流程智能化 是吧 而且这个领域 它一旦占领 我就在想 我那天在做这个PPT的时候 我就在想 一旦你这个企业落户微软 你给它就结婚了 而且这个结婚是没有离婚的结婚 你永远不可能离婚了 你怎么办呢 你的所有的数据都在云平台上 你的所有的企业的这个业务流程 全在上面 你怎么办呢 你就给它绑定了 那是死绑定 是不是 所以云这个东西太可怕了 就是一旦你企业落户微软 是死了 死绑定 所以说现在这个就是每个企业 不惜代价 要成为云老大 我要让你落户 要落定你 是不是 你现在以前传统 你用一个软件 我不用了 怎么了 你说你用Sable的那个Sarm 我现在Sonsight的你 我用Selford 我用DynamicSarm 你现在这个整个体系 在微软的平台下 数据都在那 你怎么办呢 你能Sonsight的吗 不可能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种 这是云时代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烙铁的烙定 是吧 就是那种汉锡 把它汉定的那种那种 那种关系 是吧 大家有问题吗 好了 我现在这样吧 大家都啰嗦了这么多 我到系统里给大家 稍微看一下 因为我本来是在这个讲的过程 也想给大家到系统里看一下 结果那讲就讲的 那什么了 我们稍微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有的是 这个Sarm的专家 但是有的我们可能 还没见过这东西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三六五 这就是CR看到了吧 这个就长这样子 基本上这个微软的这个都长这样子 是不是 就大家去工作了都长这样子 实际上我以后所以说要那个个性化 个性化是最重要的 因为现在都长这样子 那个性化不是微软帮你们个性化 是企业自己个性化 Customization 是不是 是这样 那这个在这里面 大家看到了吧 你看 这是他的 这就是他的这个model 等会我再给大家往后走 看他的技术层面的model 大家就会对他有个认识 在这里面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界面 你看 这在这里面 他就有他的Sales 有他的Service 有他的Marketing 有他的Field Service 有他的Project Service 这就刚才我们谈到的 给大家刚刚谈到的分离的那几块 实际上你在购买License 它就分开的 那他这里面 这就是他一个现有的系统 你可以花几分钟Build它 对不对 然后那我们专业人士干什么 是不是 实际上就在这个基础上 来Build我们的不一样 这就是就Build我们的Customization 是不是 就做这事情 其实我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那我们IT其实Dynamic System的专业人士做什么 在哪做就到这里面做 我上课天天给大家讲 其实我们做的最多的工作 就在这里面做事情 就在这里面做 看到吧 实际上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的 这里面它这个平台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XRM这个平台 比如这就是Entity 你看到了吧 这是你可以Build你自己的Entity 然后他们Entity之间 他们你比如这是一个Account 就是你的Customer Account 是一个Entity 你看它之间有这个业务的流程 有业务的入 有他们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然后你把它Build好之后 然后他们这个Entity之间就产生关系了 就关系了 然后你在这个上面 再施加业务流程就可以了 你看Process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Process 你有Workflow Dialog 你就可以施加它业务流程 这个基本上Build是个最基本的 你的简单的一个BPM了 XRM的一个体系了 然后你在上面可以做 你的任何的添加更多的自己的逻辑了 是不是 其实我们这里面 它这个用什么语言呢 那这个用CShop 因为它是In-house 是微软自己的产品 它这个都是基于微软的downline的平台 所以看着很舒服 你知道吗 你做这个东西很舒服 等会你要是看那个AS 你要看那些东西 你就觉得很别扭 那个AS非常别扭了 那个绝对不漂亮 是吧 不好看 那个东西 但我不会给大家介绍了 因为那不好看 是吧 然后那个分了16个层 你要开发 它是16个层 就像那个 那个阿宁 就洋葱 它是洋葱的种概念 就是我们以前的底栅盘 它太陈旧了 以前就数据为核 然后在外面 洋葱是包皮包皮包皮 是吧 就洋葱 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是XRM 它是洋葱的种概念 那以数据为核 在上面不停的添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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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竟然AS添加了16层 所以你作为AX的professional 你要开发师 要考虑要16层 至少你要有SUNS 对吧 很麻烦 所以说我不去给大家展示那东西 然后这个 这就是这样的 你看 其实当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了 这就是给大家一个感性的认识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XRM的系统 是吧 好了 这个365大家都知道了吧 我就给它 我刚才就打开了 这个365 这在云端的 所有的就是生产力 我们把它叫生产力 全部在云端了 在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你看 这个email等等 这是这个 其实是XRM 这个是我刚才强调的 collaboration 这个东西不得了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很大 这个东西很厉害 在开始我们 2014年15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这往政府诉讼的 就是XRM的人才 是120小时 120块钱每小时 就是XRM 而且这个东西很大 但是现在已经它演变了 又变成另外的 就在云端 其实云的发展 它以前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数据的hub 一个apphub 但现在它已经不是 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了 因为云现在已经庞大无比了 所以在那时候 在我在微软的时候 我一个团队专门做这个开发的 我就知道它有多强大 就这个东西 大家 你并在职场里面 大的企业里面 不太 很多很多 特别政府 XRM有center XRM有center 就专门有一个组织 来整合资源 跟各个部门 来提供项目建设的 所以这个很厉害 所以像我们企业内部 我们之间的交流 这个怎么没出来 我们都是通过XRM的 我们做了collaboration 就是我们这个学校 包括我们的consulting 都是这样来做 它没有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 大家我在这 这YARM是一个social的环境 就是我们企业内部的 互相的communication social的环境 它全在里头了 对吧 还有online meeting 等等的partner 这个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PowerAPP 这个东西很强大 实际上等会 到大家看到最后 我告诉你 大家现在可能还 我不知道大家理出头绪 没有 没有 肯定没有 但是我能够会把这个头绪 给大家理清楚 到底 这个 有什么 就是我是从企业的角度 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 还有问题 我不能尽善尽美 但是最后它怎么解决了 你看在这里面 这个APP很厉害 这是它一个工作 你可以用Gateway 连接到任何一个 你的legacy系统 然后你可以build你的APP 还有大家 这个我只是给大家 因为我就不想回来了 给大家一个概念 一个 这是一个APP model 就是给大家一个heath up 就是在这个云时代 以后开发的模式 都是APP的开发模式 model 这个大家先keep in mind 这就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Office 365 这是我们的所谓的生产力 然后这是业务流程 这个大家也就 这是它的那个workflow 的开发 这个是workflow 然后这是它的那个power app 通过这个 直接到我们的两面365 看到没有 它是在一个统一个的抛筒 下面来做 好了 那再看一下另外两个话很快 因为我给大家一个感性的认识 这就是它的 其实就是它的 刚才谈到的finance 就是以前你谈到的dynamics now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ERP 它主要是 但是它那个accounting比较强大 它后台主要是procurement 主要是sales sales order procurement 你看到了吧 这就很简单 长得也很灵气 是吧 长得很灵气 然后这就是它的 它都是一种tale的这种model 看到了 这现在非常实行的 全是那种瓦片 就是这种设计 这种网站都是这种tale的这种model 然后你看它就基本上它就几个模块 这个custom就是你去向他们sell 你这个wonder就是那个procurement 就是你购买对吧 然后你比如像这个主要是这是你的sell 就是你的procurement 然后你对你的custom进行管理 包括你的coats 这是你的sell的life cycle 看到了吗 包括这是你的dash bulb 看到吧 不在这 那finance里面它就是基本上就是最最基本的generalizer genjourney journal leger generalizer about scheduling 是吧 gim payable receivable 就是这些东西 还有那个bank statement reconciliation 这就是他最就是很典型的这种这种finance 这个accounting的一部分 这就是那个finance 像他跟他跟你想 他跟那个我们现在就是你前端 你前端那个cm刚才谈到的有sell 像他一般的很多人 你像他这边也有sell 但是呢 他这个sell是一种轻量级的sell 看到吧 那这种sell 他一般的话 我们要在真的在项目实施的时候 肯定会来 会在那个cm里面来实现它的整个的sell pipeline 当然你的accounting系统 当然才可以leverage这个finance 对吗 他是这样做的 然后你在这里面可以实现他的setup extension 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你可以做page 来满足你自己specific的一些业务需求 这就是他做的 看着很轻量 但是里面它的功能很强大 是吧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 然后那个其实我再看了一下那个什么 我再看了它的ERP ERP这个我觉得 我这个因为这功能很强大 我没有来得及完全去走 你像刚才那个NOW很快 我大概走了一下 这是它的ERP系统 看到了吧 它这个ERP系统现在还没有数据 因为它比较新 它里面没有数据 就不太有展示的一个model 这是它的workplace 然后这是它里面的一些相应的功能 这是它的model 就是刚才我谈到的 像这个实际上就是以前的dynamics ax 它ERP解决方案 它里面它就是主要是它最适合于是manufacture 这个体系的就垂直领域 它这个可以它是一个是中型到underprice level 你可以是数万人的一个企业都可以来实现 它这样 这是它里面的 当然这是它的counting了部分 什么也有什么paypal reserve 这是它是最最基本的一部分 是吧 包括credit collection 这是它一些包括库存管理 仓库管理 包括采购 sourcing等等 还有生产管理 等等等等 项目管理 retail等等 都在这里面 这是它这个ERP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说现在你看了 看得很清晰了 是吧 dynamics app 以前的那些载闹 然后下面有finance 包括ERP 然后下面是AI和based intelligence 还有一个到Architect 那个地方我就给大家强调一下了 大家就知道了 这几个概念 我等会就可能不再早走到这个系统上来了 因为可能这个顺序没弄好 好了 我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看到那个东西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技术 技术点 这个我们很快 因为我们都是搞技术的 以前我可能以前最喜欢看技术了 是吧 我告诉你 但是有一点 技术脱离了业务和数据一千不值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变 这个man side一定要change了 知道吧 就是你其实是业务的 越进越好 好了 这是那个 这是Architecture 大家如果做技术的 可能都喜欢看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问题 是吧 这是它最新的Architecture 大家看到了里面有几个特点 这个东西 看到了吗 AppleSource AppleSource 然后这是Dynamics 365 这是刚才谈到的那几个 platform是几大块 是吧 包括钱 然后这是看到这是什么 第三方的业务应用 然后这个里面这是Office 365 这是我们的生产力 都在这儿了 是不是 在这里面我想让给大家点到的是这个东西 AppSource 实际上它AppSource什么东西 等会儿到系统里也可以看一下 我看 AppSource 我们到系统 现在就到系统看一下 大家就印象 也就是说 现在 所有基于云端的开发模式 最强调的是AppModel 它把你任何一个系统都是作为一个Application 我们叫App 就刚才谈到的CRM是一个App Dynamics 365 for Sales是一个App 包括Finance它是一个App 了解吧 它这个App跟我们手机上的小App不一样 它把它都叫作为一个App 来这样做了 所以说你看这都是Sales是一个App 然后你的Service是一个App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 那你不要想看 想看这个小的概念 这个App 它把它云端 把这个应用管理的Model是一致的 你哪怕做一个小小的应用 你做一个像那谁做的 那个什么Digital Signature 那么小的应用 它也是一个App 而且在一个企业支持 一个Enterprise Level的整个的 ERP系统 它也是一个App 所以它都把它管理的Model 是一致的 通过这种AppModel 管理起来了 看到了吧 因为这个东西我已经太太熟了 因为我的那就在微软团队 我的团队就是开发这个AppModel的管理模式的 Governance的 所以说云这个东西啊 云你知道吗 你看我们现在访问到这个系统上面 这个系统后面的所有东西对我们是透明的 我们看不到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个数据是在哪个Data Center 对不对 我们可以不知道对不对 而且也许是跨了几个Data Center 而且我们的后台有无数的应用 他们之间的交互 你知道它在哪吗 部署在哪吗 对不对 所以说在云端的无线的这种分布和协作的Model 都是通过App来实现的 都是App 一个个小的App 是吧 那它基于这个 所以最重要的开发 我告诉你 那个做这个高端的开发一定是App的开发 凯文 你相信我 以后一定是做App的开发 等会你到后台去看 到后面去看微软的一个 这个生产力和业务流程的这个生态 微软不是自己要Build它 它让大家一块来Build它 Build出一个完整的它的一个生态 微软能控制的Dominate的一个生态 太厉害了 这就是你看 你看为什么 你看我们加载任何一个应用的话 也都是通过这来加载的 看到了吗 这里面这都是 你看这都各个App 一个个App 你就是你在这里面能找到大量的App 然后它可以通过它的开发模式 部署这样的App 你比如你想在这个领域找 你比如想 想这个在这个ERP这个领域找 你刚才我们ERP有吗 你看 就相关的很多很多的App就出来了 这些App不是微软开发的 这是微软Wonder开发的 是微软其他的用户开发 我开个 我开发个App也可以放在这儿 了解吧 看到了吧 所以说你看看 这是ERP Sales你都可以做销售 有App 有Finance 有App 有Customer Service都有App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 那个我刚才演示到这个是到那个就是那个系统里面 刚才看到那个就是那个App的列在那儿 大家可以去选择它是吧 所以说这个App就是说所有的云端我们高端的开发是App的开发 是你可以基于这个DiNCM里面你做一个小小的App 你哪边一个Digital Signature做一个App 放在你的那个App的这个AppSource里面 让人家找到它就可以使用它 让人家可以卖钱 是这样的 很厉害吧 所以这个地方 那这是365了 在这里面我要强调一下 这个像这个Cartana 这是微软的中文名字叫小纳 知道吧 是一种个人助理系统 就是你比如说你的scheduling 或者你也有什么安排 他提醒你 或者你问一下天气等等 他就是这种智能的小助理 是吧 像那个Sero一样 是吧 大家都了解 跟那个很像 他说不一样 但基本就那样的东西 这个Azure的Internet of Sync 就是互联网 实际上Azure它有一个 Azure作为一个云平台 最大的云平台 它有个肯定嘛 这个云这个东西 要没有云呢 你没有大数据 绝对没有大数据时代 没有云 绝对没有互联网 想都不用想 对不对 都说互联网无限大 没有云哪有互联网 因为互联网存在着 具海量的计算 要需要海量的计算能力 存储能力 你没有云平台 你怎么能提供它物联呢 是不是 所以说在这里面 所以说他在这里面 把它统一在一起了 而物联 就刚才谈到 BeautifulSphere的Service典型的 去给你的生产力和业务流程 是紧密的绑在一起的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里面 在这个Azure里面 它提供它的物联网的支持 Internet Internet of Things 然后在这里面 也许大家 现在我们物联网 还还远 是吧 可商店设备 等等等等 Sensor等等 那好了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几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大家要关注 因为做高端上面的 就是App Model 这是它以后 它的生态的一个重要的机制 就是这个AppSource 看到这个 还有这个Power BI Power BI这个东西很厉害 我刚才谈到了 那个Base Intelligence 的Self Service 资助 Power BI 跟现在在这个 在是跟它是 embanded的 是镶嵌在里面的 Power BI相当一个 BI的一个平台 微软BI的一个平台 包括对你Source的 数据的抓取 对你数据的分析 挖掘 最后对你数据 产生BI 产生Reporting 产生Vertalization 包括发布 都是通过这个Power BI 就可以完整的实现了 它里面有 你可以Excel等等等等 Excel 包括你SSR等等等等 整个的微软的BI的体系 都在这里面体现出来了 而且它Google 是整个的微软的 这个数据的Pipe Line 从你数据源 一直到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一直到你的那个展示 就这个 它是跟它imbanded的在一起了 我刚才就说 你看它这里面 智能在哪呢 智能在哪呢 智能是就是通过它 来调用你后台的智能 真正还是要产生BI 是不是 Base Intelligence 是吧 所以说 这就是这个Power BI 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就是我们对你这个 你的业务的分析非常快 产生BI 这个它直接板子板在里头了 这是生产力了 这里面我刚才谈到 最最大家最关注的 Collaboration 就Sanpong 是吧 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 这是Sid-party Sid-party Base Application 这就跟第三方没有 不可能没有集成吗 这个刚才我跟大家展示 可能大家看不到 大家展示的时候 有一个Gateway 就是说 怎么来跟三方集成的 它是通过Gateway来集成的 好了 这个大家先放一下 这个层面 它这个层面 这个层面大家要关注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层面 当时我在看这个产品的时候 就看这个Dynamic 365 我越看 我说话稍微失望了一点 因为我们本来指望它 因为大家都 因为可能我们也是 我们比较狭隘吧 我们对这个Dynamic 365 CM情有独钟 是不是 而且本身Dynamic 365 是CM Dynamic CM的扩展 它只是把Finance 和ERP加进去了 它还是整个的平台 还是基于以前的Dynamic CM 但我们就想刚才谈到的XRM model 了解吧 你知道我们做CM的SRM 我们多么熟 多么方便 是不是 所以说当时我们expectation 就是希望微软能尽量的 把那个Finance 把那个ERP都以基于这个XRM 这个model 这个platform上build出来 是不是就很强大了 你想你作为professional 是不是太厉害了 你就掌握这一个平台 你可以做ERP的 开发 你可以做反战式的开发 你可以做任何层面的开发 对不对 它在一个统一的 一个entity 一个XRM model下面 来标起来 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 但是实际上没有出现 所以这个没有 所以这个反正是 我觉得也许微软 有个大战略的考虑 对吧 所以说 那我们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本来你可以在一个统一的 XRM这个model下面 你的数据结构都是一样的 他们之间交流沟通 是不是都很方便 是不是 而且你的业务流程 都可以把它们绑在一起 直接都是无缝的 都在XRM这个平台下 对不对 你想你从前到后端的finance 到再往后的整个的ERP 是不是都可以在XRM这个model下 但他们又这样做 所以他还是其实 实际上现在Dynamics CRM 从技术层面 从业务层面 它是一体的 365 但是从技术层面 它是个拼盘 你知道吗 是三个拼盘 不一样的菜 拼在一个盘子里头 那这边还是Dynamics CRM 这边是Dynamics Finance 这边是ERP 了解吧 那好了 我们就 从技术层面 我们就有问题出来了 集成的 他们的数据结构不一样 他们实施的model也不一样 集成怎么办 集成的 而且作为一个统一的拼盘 至少你要需要一个统一的 集成的一个环境 对不对 一个fundamental 它微软就介绍了这个东西 看到吧 它介绍了一个叫 Common Data Model 它通过这个来集成的 就是它从数据层面 它从这个层面 来定义了一个统一的 Schamer Entity的一个model 这个我需要再去研究它一下 了解吧 就是说你各个其他产品 还是你自己的model 你比如那个Dynamics CRM 还是XRM这个平台 你那个 比如刚才谈到的Operation 你还是那个什么 就是以前的AX那个平台 什么X++ 那个语言都是用X++ 都不是C Sharp 对吧 它是那种洋葱的 Oni那种方式 那么NOW它还是基本是APP 和Model 还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是通过下面这个 Common Data Model 把它统一的管理起来了 那么说它这个Model 不光适用于这三个平台 它是将会跟着它的Roadmap 一直走下去的 而且它以后这个Common Data Model 它这是你看现在大家看到 是Dynamics 365 它这样所有的包括Office 365 Dynamics 365 就是你的生产力和你的业务流程 都是基于这个Common Data Model 所以统一的这个Share的这种Model的这种模式 了解吧 那么它是通过这个把它集成在一起了 这是里面最最重要的一块 因为这个首先我在看到这个之前 我首先的Question就是 你是拼盘啊 你不是一盘菜啊 那这怎么怎么你怎么集成啊 我前面我前面的那个Sell的 我就是我那个Sell 产生的这个GoSew GoSew这个Sell's pipeline 我都要跟我后台的这个Finance集成 我怎么办 对不对 难道我还得通过Web Service 怎么怎么集成啊 它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做的 所以说它通过这一个Common Data Model 它把Office 365 Dynamics 365 通通的集成在这个平台上 集成在这个Data Model上 那我想这也许是微软的一个更大的战略吧 也许我们以前狭隘了 我们觉得都应该在这个 在基于这个CRM这个SRM多好啊 是吧 那这是也许是微软的更大的战略 这是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能理解 但是实际上我就说我们的有个Balance的问题 它这是一个就是从Custom的角度 你是这个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它内部整合的原因 内部就是中国 这就是企业内部的一个政治体系了 因为它每个都是一个Division 所以你让我把我的以前的 我的整个的那个核心的技术的Platform 放弃掉不可能的 很难 这是人的之间的一个角拙 知道吧 要是我 你比如你那个凯文师那边的老大 你说了算 对吧 但是在一个像微软这样一个企业里面 它是几个Division之间 你很难去 它必须有个Balance 当然了 你谈到那个确实它的那个Custom 但是实际上 对比就这几个体系 它的市场占有率 跟那个微软 那个就是那个DNCM那样 差得很远很远 而且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是什么 就是更长远的考虑 它这样的话会制衡它 所以会制衡它这个就是它的一个sell的 你想那个Finance 你想你的这个ERP等等等等 它会制衡它以后的一个发展 但是它必须有个Balance 你说的对 一个从客户 一个Customer的角度 一个Balance 它已经有市场了 还有一个从它企业内部的这个技术体系的Balance 所以它引进了就是这个Customer的Data Model 可能大家这个就是我在这个更大的一个平台上面 我把那个Office 365都放进来 我们有的一个Customer的一个Data的一个Layer 可能它会干掉这些 但是开始它不能干 它干了很久了 包括那个那个那个就是SL 微软就已经干了 拿过来干了好多年也没干动 还在那 我告诉你 所以说你就可见这个企业里面 就是已经它已经知道 连个SL都干不掉 你怎么可能把它集成在一起 但是有一点 我给大家一个参考 你比如那个Sharon Pound Sharon Pound这个东西 Sharon Pound那时候 我们团队是做Sharon Pound的Online的 就是在线的 Sharon Pound的Online 跟你的On-Premise 实施就完全不一样 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团队 知道吧 虽然对你的用户体验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下面的Model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还是有个力度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能狭隘一点 从我们这个IT Professional 特别是做CM Dynamics 我们觉得应该统一在一起 但是它微软有它的一个更大的 这样的考量 所以说这个Common Data Model 就这个 反正它是通过这个 把整个的Software Service 这个层面全部集成在一起了 而且通过这个层面 它跟它的后台的 就是整个Azure平台的数据的 数据体系 包括SeqlAzure 包括它的这种Data Lake 就是这个 还有这个 就是它的Machine Learning 就它那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enter 很好的集成在一起了 这是它现在的一个机制 大家看到了吗 最下面是Azure 微软的刚才谈到的 所有的这种体系 都是基于Azure平台开发的 是吧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唯一的遗憾 就是它现在是一个拼盘 是吧 那我从我们角度是遗憾 那它从微软 它有更大的战略了 我们到时候再拭目以待 因为现在我们还拿不到 特别详尽的资料 是吧 但是至少我看到之后 就比如我们现在的Professional 以前我Expected他 我知道他不太会能做到 就比如我们现在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 已经做CM开发的人 你做后台的正常的 你要都是基于XRM 你做后台的 那个那个Finance的开发 你后做后台ERP开发 或者你做后台 很多很多其他的业务体系的开发 你没有任何的learning curve 很自然的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你要做 你比如你现在Dynamic CRM 即使是基于Dynamic 365 这个平台下头的 你是CRM的那个Professional 主要是开发 你要是做ABA没有问题 主要是开发 你要是想做后台 后端的Operation的开发 就鸭闭的开发 你还得去学 他那个你要用他的C++ X++那个东西去开发 非常的不愉快的 知道吧 你要想做后台的反弹者开发 你也得学 因为有learning curve在那儿 但是这是从开发这个层面 你要是从这个Business Analyst 这个层面 没有客户了 从这个就业务的这个业务分析层面 没有客户了 现在是这样的 好了 这个就是我再就强调的 你看这个这里面 这个我是早来的 所有的你看 所有的都是APP 所以说这个APP model 其实我在我们很早以前 就说APP model 将会是我们基于云平台的 开发的主导模式 就是APP 就是APP模式 什么事情都是APP 所以你看这里吧 这个就是他所有的 就叫Benz APP 你实际上刚才大家看到的 加载一个这个Sales 加上Customer Service 都是APP加载的 它都是统一的方式 把它加载上来的 看到了吧 然后Operation也是APP 他说都是APP 看到吗 跟第三方的集成 也是通过APP集成的 也是通过这个APP集成的 看到吧 这是第三方 好了 然后这是Projectivity 跟它也是通过APP 都是APP 你有Office 365的APP 你有SharePoint的APP 你有什么Sales的APP Operation的APP 所有都是APP 这种APP形成了 跟微软所提供的 云平台下面的 Dynamics 365和Office 365 形成了微软的 整体的生态环境 等会我们就往下看 都是APP 然后这个东西 是你可以自己开发你的APP 这个东西我试了一下 非常方便 我开发了一个APP 这个APP 我都不用coding 一个code都不用写 我就用这个Customer APP 这个Power 刚才不是给大家看了吗 看到了吗 刚才PowerApp 就是这个PowerApp 和这个Workflow 就是这个Flow 我就很快的开发出了一个APP APP你部署之后 部署到那个AppSource里面 别人就可以使用了 那这个跟第三方产品的集成 都是通过APP以后 它提供的这种Model 它跟第三方产品 跟比如on-premise产品怎么集成 Gateway 它专门有Gateway 你可以installGateway的 它给你提供了Gateway 你install 然后集成 是不是非常方便 全部是APP 这个APPSource很重要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里面 其实我们那时候做APPModel开发 有几点 找到APP 使用APP 就是两块 所以说你在APPSource里面 就是以前我们是找到Service 现在是你找到APP 然后你能Liverge APP 基本上在里面就在哪一张大块 是吧 快速的简单的Liverge APP 应该得到一个什么 Sertificate 你要Sign一下 你要部署到它那个AppSource里面 所以它有一个管理的一个Lifecycle 你要Sign 要Review 最后你要Deploy 它是这样的 而那个APP里面 你还可以添加你的Service 都可以 所以是APP 这个APP有大有小 你后端的整个ERP 都可以是一个APP 也可以在上面 build无数个APP 是吧 PowerAPP 我刚才也给大家展示过了 我就不再想了 然后这个就是 大家看到了 我只是通过这个 只是看到 今天早上我build的一个APP 就是PowerAPP 我一点code都没用 看到了吧 所以说我刚才谈到了 不但你的BI要Self Service 要自助 其实以后很多 你的这个企业 自己的员工 知道吗 他在Liverge不同系统的时候 他都可以build自己的PowerAPP 而这种PowerAPP 是不需要Coding的 知道吧 你直接调用它的逻辑 引进它的Flow 它就Work了 厉害不厉害 这就是 这就是他跟你build的这样子 完整的体系 是吧 那下面这个 看到了吗 这下面是要Coding的 有可能我们的程序员 可能做一些这个Integration的Workflow 的一些Coding 上面的这个PowerUser ITProfessional是比较Coding的 直接你就build的了 是吧 好了 这个我就跳过去 就是Extension 一个Tensibility 就是通过 都是通过这种 这种这种APP 这种Model 来扩展的 然后APP加Flow的Model 来把它扩展起来 好了 这个图 别小看这个图 这个图 我就是想给大家 Delive Information 这就是Microsoft 以后的 它的 它的这个 生产力 智能化的生产力 加业务流程的生态图 大家能看懂吗 这个图 已经最大了 没办法了 它是这样的 你看它上面 Dynamics 365 加Office 365 加Partner Industry Solutions 这个Partner Industry Solutions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提供的 刚才的APP 所以说你看厉害吧 它把这个 给你开放之后呢 它提供了这个 一个Dynamics 365 和Office 365 的一个业务平台 你任何一个企业 你任何一个partner 可以基于这个平台 来build你自己的 specific的APP 和解决方案的 然后你看它这个节点 看到了吗 不同的颜色 有这个蓝色就是Dynamics 365 然后红色就是Office 365 然后紫色就是它的partner 共同形成了整个Microsoft 以后的支持你智能化的生产力 和业务流程的一个生态 而且这个生态是无限扩张的 对不对 微软只是给你提供了 这样一个平台 你在这个平台上面 可以根据你自己来扩张它 而以APP的方式 把它发布到你的APP source里面 对不对 也可以给你产生相应的价值 这就是微软以后的整个的这样一个生态 这个生态跟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iPhone 那个那个 那个是不是有点像啊 那个那个那个APP store 是吧 但实际上它这个生态是企业级的 是完全面向企业级的 是吧 是不得了的 所以这就是它这样一个生态 那后台就是就是数据 就是你的additional intelligence 是不是 然后展现出来的就是你的商业智能 好了 我那个那个我就讲完了 我这个我大概列了一下 我们刚才已经其实在这过程中已经说到了 稍微有点遗憾 就是我们没有看到 也许XRM还不够吧 对吧 那个量级不够 它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一个platform 是不是 所以说面对着我们的 我们的做BA的没有问题 做developer的 你要是想做AX 就跟operation的开发 你就要再去学习 是不是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还有一个我刚才谈到的 它是一个拼盘 它是三块在一个盘子里拼在一起了 它并没有形成我们想象中的一团菜 那这一盘菜还是一个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XRM作为它的platform 它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还有一个 我就是说那个common data integration model 这个我们需要研究一下 到底它是怎么来实现它整个的一个体系的 作为一个共有的一个data的一个share的model 到时候这个它也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 因为它这个平台特别新嘛 是不是 我们到时候 这但是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 它以后核心都会围绕着 这个就就就就就这个common的data的这个model来展开的 对吧 好了 这个这个我大家通过这个我给大家讲解 大家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 其实我在我当时可能感觉更深了 因为我一直在这边做 然后呢 我在写这个PPT的时候 我有一个感觉 我就我首先 因为我要去做一些更深深的研究 对不对 那我这个我这个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 呃 我觉得啊 我今天早上 我今天早上还列出来 前面两行是我列出来 我觉得啊 就是你看到整个的这个技术体系 然后你们再回首我们周围的所有的IT professional 你觉得 有几个人 已经touch到这个技术体系上了吗 有吗 而这个体系其实 这是这个趋势是不可替代的 一定是这样一个model 对不对 所以说我就说这样 这样 所以说我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很多IT的professional 做IT的 我们的知识体包括我 其实都落后于 就是我们来来看这个事情 远远落后于现在的IT技术的发展 我们的就是技术技能远远落后了 是不是 其实他而且那个就像以前说的硬件发展 要要大大快于这个软件的发展 那是从这个这个产品层面 那么我们说现在技术层面的发展 远远高于我们这个IT professional的技术的发展 所以特别在一个企业里面 你要是在企业里面想跟上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touch 是很难很难的 很难 对不对 而这个技术是不可阻挡的往前冲 这是第一点 还有一个 其实我这个强调 这种man side的change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大家可以不认同 大家等会我们来探讨我的一个感受 我现在发现大家大多数谈的 还是又大数据 又有machine learning 这个什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都是错误的 这个东西脱离了业务的支持 以前都不值 对不对 现在我们作为IT professional 但是你去developer 你去BA architect 应该是business man side 就是我的出发点是要把你的所掌握的这些体系用到你的业务最大化 业务价值最大化上面 而不是做那些玩那种技术的那种那种那种碎片那种概念 因为你可以去玩 但是你得不到市场的认同 知道吗 你我们就是要得到市场认同 我们首先要挣出工资嘛 对不对 你做的体系市场不认同 你当然没有工资 没有一边有没有足够的收益嘛 所以说这是我看到的 现在大家还在谈这个又这个技术那个技术 ZERO脱离了对对那个脱离的业务一钱不值 对不对 只能只能阻碍是反生产力的 我们把精力都花在那上面了 是不是反生产力了 其实这是我看到 那这是我今天早上加上去的 这是我大家可以批批我啊 如果不认同我们都可以看探讨 那么再往下走我们看看机会吧 所以说我还是谈到啊 就是这个IT这个方向 这个其实一直在 我也是在以时即进的在趁劲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谈 做业务的IT 做数据的IT 我为什么就说加一个做安全的IT呢 安全也是一种业务啊 如果安全没有 ZERO 如果安全没有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特别是现在在这个云啊 on-premise啊 整个这个生态环境下 安全是最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安全啥都没有嘛 所以说现在我们我就说我们出发点就是业务要做业务 支持业务的IT 然后呢当然是基于数据的 对不对 然后安全的IT 所以从这个出发点这就是一些机会了 其实我就在想这是我们现在去市场你也会发现最Value的 也做做业务分析的 我们刚才说 哎呀那个你看那个现在都智能化了 你看那天我看什么一个那个贴子说 这个加拿大在未来的五年的一百一百万人要失业了什么的 就是那个都都让这个这个数据去分析了 是的 其实这个数据啊永远不可能替代人的 人类的分析 这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他也不能替代人呐 对不对 那个所以说那你说对数据的简单的处理是不是要实现 有可能啊 我们engineering就是为了automation 我们所有的engineering最大最最最最有价值自动化 所以说你想很多数据的录入 把这种工作低档的工作有可能没了吗 对不对 那可以通过自动化来实现吗录入是不是 把数据倒了那那什么职位肯定在呢 分析啊分析 去去拿到这个通过那个人工智能和很多的数据 Binness intelligence 然后加上个人的大脑来做的这种分析的职位 做Binness analyst 做优化你的业务 优化你的流程的是吧 智能化你的业务流程的这种职位 当然越来越外溜了 因为他直接是支持你业务的嘛 所以说就是BA BTA是不是 BSA 这种职位非常非常的powerful 非常棒 还有数据 我刚才谈到数据 数据这个职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而不是大数据 那种engineer的工作 不是玩Hadoop的 不是玩某生真经 不是玩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而是就是扎扎实实的 基于你的这个业务体系的 做数据分析的这群人 data analyst 对不对 他最了解业务了嘛 只有他们分析出来的结果 才真正有价值 所以而这个越来越大 这个体系也越来越大 对不对 这是一块 还有一个customize的developer 这个是我觉得你看啊 developer不是没工作了 是是把你们以前做那种低档的工作 就是那种做基本coding的工作 不让你们做了 那些那些工作已经在那了 那平台那么好 对吧 基于云平台 你们是在上面做增量的工作 对不对 是做怎么来 因为你每个企业有不同的业务需求 你是来实现这种增量的 这种增量包括你业务的增量 业务需求的这种开发 包括你user experience的开发等等等等 是做这方面的工作 还有集成的开发 还有app的开发 对不对 是做这方面的开发的开发人员 他对你本身的开发的技能未必要求很高 他需要你一个balance 一个hybrid的一个技能 了解业务 了解数据 了解你的整个的系统 了解在这个现用的系统上 怎么做增量的开发 这种developer是有价值的 现在已经证实了 你看我们现在那个CM的developer 是不是 你是不是做这样的开发的 CMdeveloper 我们就一个口号 开发是迫不得已才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 你都叫developer 你做有多少次开发 很少很少 真正都不是这样 这就是这种价值也很高 还有一个security analyst 其实安全也是一种业务 也是一种bainless 是最重要的 覆盖到层层面面的 所以安全的分析师 我们看到的杂志上登的 100万的短缺 这不是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安全 啥都没有 所以这个层面 而且现在确实安全 太复杂太复杂了 对不对 漏洞太多太多 云环境大数据 所以你防不胜防 对吗 所以安全的分析师 不得了 这个职位是永远都在那 还有一个 那好了 我们再看看IT的高端职位 consulting 某个领域的具体的这种顾问 这个比如云 你比如Dynamic 365 其实有几个人懂啊 不懂啊 对不对 在这个某个领域里面 这样的顾问 非常高端 而且特别是跨系统的 对不对 你这个跨到 你比如这个Dynamic 365 还有跟Azure 这样大系统的顾问 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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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很难很很少很少 有这样的所有技能的人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是一种系统级的一种架构师 以前我们都是 focus在开发一个web application呢 然后focus那样的一个架构师 实际上是系统级的架构师 这种系统级的架构师 应该是多系统的 集成focus的 业务focus的架构师 对不对 这个方面 还是有前途的 还有一个 enterprise的这种架构师 就是企业级的这种架构师 企业级的架构师是这样的 它面向业务 它面向业务 面向数据 面向安全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企业级的架构师 是看到整个的业务体系 然后业务体系下面的数据 和安全体系 当然了还有它的技术的体系 基本上这是一个 underprise level的architect 这是很高端的 现在你看到在 现在新的环境下 其实对这些 对后面这些 对这种架构师要求非常非常高 对他们的挑战非常大 这都是我们未来的 未来的机会 不是未来 现在就是这样 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的 你是做安全的 你是做developer 就是基于SAM的developer 你看看它的价格有多高 然后你看看 D有多少的职位 你再看看Data Analyst 有多少的职位在冒出来 现在这就是这样一个体系 而在这里面我没有提到程序员 就是那种低端的 掌握这种什么Java C Sharp 这种低端的程序员 我在里面没有提到 我不是在那什么的 因为我也是程序员 我从那做出来的 我告诉你 我coding code的好得很 对吧 我从那做出来的 Java 你看Java C Sharp 我讲了很多语言 Assembly Language 那时候最后的那个 规编语言 但是我们要看看 就现在我们的这个 职业发展趋势 一定是业务的IT 数据的IT 和安全的IT 行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我们下面是QA 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给我来探讨 谢谢大家